俗话说人往高处走,水往低处流 但今天我要告诉你的是 水其实也能往高处流 看着茶水从高往低到的过程中 有没有发现茶叶颗粒在往回流 而茶叶是跟随水流运动的 也就说明了这里的水正在逆流而上 是不是感觉牛顿要坐不住了 不过这并没有违反物理定律 而是叫做马兰哥尼效应 深入去看,其实是表面张力在作怪 由于液体表层分子间存在拉力 张力变小,也就是分子的拉力变小 这时它们就会被拉力较大的分子拉动 液体就会从张力小的地方 自然流向张力大的地方 也就是刚才茶水倒流的场景 另外还有你手中那82年的拉飞 摇晃时是不是会出现挂杯现象 这也是九夜的张力作用所产生 而且不光是张力会出现马兰哥尼效应 温差过大时同样会发生 两个温度不同的水滴 宁愿自身亚变也不会融为一体 但温度接近后,立马就会相容 所以有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千万不要往开水中尿尿 你知道为什么吗 它里面的剩下 -里面的瓶 -里面的优惠 -里面的优惠